在美国当一个汉奸能有多难你知道吗 如果被人发现拒故招任 那就先来体验一下高空坠落的感觉 如果选择招任被自己用发现 那就直接宣判死刑 而执行死刑的男人 正是九头蛇的神秘杀手工日战士 他独自一人面对着汽车内部的多名 超级英雄内心竟然丝毫不虚 只见他纵身一跃抓住车子 一拳打爆挡风玻璃拽下汽车方向盘 无奈的美队只好手持盾牌 带着寡姐猎鹰一起跳车逃命 美队站起身来刚想迎战 却不料被杀手一枪给炸到男胶车里 还没等他爬起身来 数十名恐怖分子手持加特林就开始了惶狂嗓射 美队冒着密集的子弹冲出车厢 终于拿到了自己的武器盾牌 有了盾牌的美队顶着加特林的攻击 很快就解决了面前的敌人 而面对着这个拥有着金属机械臂的神秘杀手 美队却一时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纵使凭借着自己多年的战斗经验 却还是被对方夺下自己引以为傲的震惊盾牌 美队深知对方的实力绝不准备 没有盾牌的美队赤手空拳和对方搏斗 明显有些力不同心 在一次次的被对方压制过后 美队趁机抓起盾牌进行攻击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美队看到对方真实面目的时候 他却傻傻地愣在了原地 对方居然正是自己70年前最好的兄弟巴基 然而此时的巴基对于自己的真实身份却一无所知 随着寡解的一发炮弹突然醒来 巴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巴基当年和美队作战时不幸坠落山崖 失去一条手臂的他被九头蛇研究人员带回秘密实验室 作为小白鼠的巴基被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气 对方还为他装上了一条机械手臂 在经过实验室的不断洗脑过后 巴基成为了九头蛇的杀人工具 每当他的记忆出现混乱的时候 实验人员都会第一时间将他重新洗脑并且清脱记忆 与此同时 尼克弗瑞发现了九头蛇已经成功控制神盾局 他们将神盾局准备投入使用的三艘航空母舰变成杀人机器 但凡与九头蛇组织作对的人都会被瞬间击毙 这样一来最少会有数千万人变成九头蛇的猎杀目标 尼克弗瑞将最后一丝希望交平母队 他希望美队能将眼前的三块芯片分别插入三艘航天母舰 只有这样才能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美队几人率先占领神盾局广播室 他将九头蛇的阴谋全部曝光 然而九头蛇的卧底并不会因为美队的这番操作和买电计划 他们当即决定强行占领航空母舰提前升空 神盾局突然分成了两方阵营 高层领导被潜藏已久的杀手当场困住 他们举腔要挟工程师立马启动航空母舰 但在正义和背叛的双重打击下 工程师依然拒绝对方的命令选择相信美国队长 双方阵营在激烈的火兵中 他们趁乱输入了强制发射指令 隐藏在海水中的机关瞬间被开启 伴随着巨大舱门的缓缓打开 硕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静止飞向前空